那我本世世家母女佛 那我本世世家母女佛 也不要说了你死我 你需要调谈 欢迎来一个担心 平时啊 是有个少庆祖的 年轻人员讲话 但是今天是 轮到你们讲话 所以我们今天上午 在后面有个座台 没有想到我们小朋友们 开口讲话之后呢 这个有很多的话有说 他们说的高兴 我就不好说离开 所以在后面感觉到一些实际 那同时我今天的活动也会很好 这个可能有一点 不像是过敏还是感冒 这个气氛有点不舒服 不过能够还是跟大家尽量讲 那万一客宿的时候呢 也请大家包含 今天呢是 我选了一句话作为这个题目 那这一句话呢是一位禅师 他的一首诗里面的满华 这个千古书役下不回 这个很有诗意呢 如果等一下呢 不要请大家读读他的两首诗 您就知道说 早期的禅师啊 刚才那个音调的很好 现在很高 对 早期的禅师呢是非常有学 不单风暴好 而且呢 能够写诗 能够幻幻 在这一方面呢 在历史上都有很多记录 千古书役下不回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就是 我们人生在世 我们生活几十年 如果幸运一百岁 再幸运一百二十岁 这个几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呢 我们每天 大大小小的事情 无论怎么发生 如果说你心里面呢 一直用输赢的方式来看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呢 每天都在这个比较紧张之中 不深 有的时候呢 我们赢了 有的时候呢 我们输了 所以呢 这个 输输赢赢 赢赢输输啊 好像是 人生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用这种心理 来生活 并且呢 我们什么是赢 什么是输啊 我们要了解一下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这句话呢 那这句话呢 是明朝啊 就是说很有研究 对佛教的三论中的道理很有研究 同时他会写诗 会画画 所以后来清朝的画家呢 对于这个 商学大师的话呢 会非常地赞赏 那他有一首诗啊 这个讲义上呢 有这个 把它折录出来 这首诗呢 是经常我们会看到的 这首诗啊 南台静坐一炉乡 中智凌然乌万绿瓦 不是习心除妄想 只愿无事可思量 这首诗呢 我第一次读了之后啊 我就突然感觉到呢 意境很好 我也没有特地背 不过呢 大概呢 就把它记下来 记了好多年了 十几年 最近在读的时候呢 有几个字啊 记错了 只愿无事可思量 我把它变成 只愿无事可商量 把它改了一个词 后来这一次呢 再看原本的时候 是可思量 我们从这样一个诗里面 就看到 当时南台城市 写诗的那个境界 写诗的环境 南台静坐 一无乡 以前是用乡来计算时间 中日凌燃 万绿瓦 心中不牵不挂 不是故意 悉心除妄想 不是要克制妄想 只愿无事可思量 那这个意见很好 那下面呢 还有一首 松下无人一居残 空山松子不过其盘 神仙更有神仙作 千古疏颜下不完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也很好啊 如果你会画的时候呢 画一幅不过画 这个诗就在画里面了 或者那个画呢 就把这个诗表达出来 这一句话呢 松下无人一居残 松林树下呀 有一盘棋 是残局 有人笑了 好像没有笑了 空山松子落棋盘 这个棋盘呢 已经有些时间了 可能到半天了 已经有人去了 可能没办法笑了 上面呢 都有一些松子落在棋盘上面了 神仙更有神仙作 可能是神仙来下的棋 不是凡夫下的棋 就是神仙要下棋 也因为呢 神仙还有神仙 以佛教来讲呢 我们所谓的仙人 到不了呢 到玉界天 再不然呢 升到色界天 或者到无色界天 各位知道 天上的天人呢 所谓的仙人呢 还是有一个自我的执着 也因为有这个自我的执着呢 不能几乎 还会有烦恼的出现 因此呢 神仙更有神仙作 神仙对世间的事情呢 很多都不执着了 但是中国的神仙呢 要不死了 要长寿 所谓金刚经里面讲 受着想 神仙还有受着想的执着 神仙没有神仙作 千古的书影以下不完 神仙还跟神仙有比较吗 你的寿命差还是我的寿命差 你的定律高还是我的定律高 这是苍学禅师的两首诗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呢 顺别的请大家看看 下面有一句呢 是从这个魔法指寰 我们随朝的智者大师 在这个魔法指寰里面 摘入出来 他说 赢了怎么办呢 圣者多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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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也是我们世间 圣者有圣者的烦恼 输者有输者的烦恼 好 接着呢 我就给大家 随意的聊一聊 就是根据这个题目嘛 我们来做一些思维的熟容 我们怎样了解 我们的人生 人生如奇 人生如奇 各位能够想到什么样的 人生如奇 人生如奇 我记得 我大概是 九岁十岁的时候 突然室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孩 跟我差不多年龄 也是十岁 十一岁的年龄 他呢 很会下棋 他说 你会不会下棋呀 我说不会呀 他说我来教你 我就跟他学 招数没有学好啊 就跟他下 他啪哩啪啦 把我吃光 吃光呢 我心里面就 越下越不舒服 我觉得他会下棋 一定有巧妙 我说 你开始走这个棋的时候 你怎么走啊 你告诉我嘛 你怎么走啊 你怎么走啊 全部不到一两分都吃完了 他说你要走这一步 再走那一步 你要保护自己啊 你不能打开你的门了 让别人走进来吃你的棋子啊 啊 我学会了 原来要自我保护 不能随便动 每一步呢 都想到下一步是什么 同时防范对方 跳过来吃你的棋子 我学到啦 学到之后呢 我就跟他再下呢 时间延长了 我还是输了 叔叔呢 后来呢 我就不跟他下了 不跟他下呢 这一位年轻的朋友呢 我发现呢 他还不下棋之后 他就不断的找人跟他下棋 这个人不想下 他找另外一个人下 我们人生啊 像一盘棋 我们常常呢 希望有人跟我们下棋 一个是说 你觉得呢 我们很有本事 我要找人 跟我下棋 一个呢 是我被人走 要跟他下棋 逼着你呢 要跟他下棋 人生呢 不断的找对手 或者我们会变成别人的对手 可以变成在下棋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我们在生活之中啊 不管我们下什么棋啊 中国棋也好 西洋棋也好 我们心里面有个观念 我希望我能赢 我不要输 我希望我要赢 不要输 这是我们一般反复的这个心理 哦 那我们说 我今天呢 这段棋 故意要输给他 也是因为我对他 有感情 我喜欢他 我要给他呢 好像 截个语言 我才会说 哎 明明我可以赢的 我不要赢 我就输给他 这是我们 国家人说 放水啊 打这个麻将的时候 放个水啊 给他吃火 那这个是 我们大家了解的心理啊 另外呢 就是 我们有没有了解 人生啊 我们在输输盈盈 盈盈输输的这个过程之中 你有没有发现啊 很多的输 很多的盈 都是相对的 它不是绝对的 不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你说盈呢 也是约这个音乐讲这个盈啊 你说输呢 也是约这个音乐说输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文化 再用是马 约之恢复 有一家人呢 他的一匹马不见了 找来找去也找不到 找不到呢 哎呀 他说 这个不好啊 损失了一匹马 想不到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那匹马呢 带了一群马回来 哇 想不到呢 丢了一匹马之后 隔一段时间 丢了这匹马呢 带了一群马回来 他就赚了 他就赢了 再用是马 冤之恢复 明明呢 家里呢 增加那么多嘛 是赚了钱啊 马匹多啦 富裕啦 想不到呢 福翁的儿子呢 喜欢骑马 有一匹铁马呢 就特别刁买 有一匹铁马呢 就把儿子的腿摔掉了 诗马 冤之恢复 德马 又冤之恢复 因此呢 世间的这个书名 常常是相对的 这个是第一点 因为呢 我是觉得 我们忍生在世 很多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 有真正的目标 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我们的疏疏隐隐 其实不是 不是真实 都是生活里面的一个过程而已 你是不是真的赢了 你是不是真的输了呢 那个还要再研究研究 不到人生最后的阶段 也没有真正的认真说 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在过程之中 很多人输赢啊 不算输 这个呢 都是假象 都是表面的 所以这个呢 也是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呢 有的时候表面是赢啊 我说话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出声 我做事的时候 大家都要服服帖帖 所以 表面上呢 我是赢 但是后面呢 我可能输了很多人 我是因为有权的 今天我为了权力呢 我可以随便说话 我可以随便指挥人 但是事实上呢 我这表面的影呢 背后呢 输了人 很多都跑了 有一天我们有权力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睬我 这个是我们从政的人 特别是在很多腐败的这些 这个政治的环境之中呢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表面上风光灵啊 但是背后是输得惊慌 那这个呢 是我们要害羞的 你要赢什么呢 我们自己要考虑 我今天呢 今天呢 我就是 把我想讲的 赶快讲完 如果还可以讲呢 我才用你的资料作用补充 所以下面呢 我就想给各位讲 我自己 这个想的几点 这个意见呢 给大家参考说 什么是不是不真正的神 我想我们学佛修行 也希望呢 我们人生是圣灵的人生 不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如果我们说人生 是要变成一个失败的人生 我们不要学佛 不要修行 不要努力 不要精进 不要向神 因为呢 我们要让人生啊 能够胜利 能够成功 能够如愿 能够让自己欢喜 也让周围的大众欢喜 所以我想说 佛教呢 也希望人人都能胜利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胜利呢 我只是呢 凭着我的一些 这个体会呢 我把其中几点呢 把它提出来 给大家参考 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地方的钱 大家生死 我第一点呢 我是认为呢 在我们学佛修行的过程之中 或者是 在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生的旅程里面 我们首先要完成一个工作 是征服自我 调整性格 征服自我 调整性格 佛法说啊 每一个人呢 我们每一天都会再说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我是谁 我不是谁 当我们讲一个我字的时候呢 我们潜意识里面呢 我们都认为说 我在主宰我自己 主宰我自己的人生 但是事实上呢 佛法的观察 跟分析呢 帮我们了解到 说 原来人生呢 是不受同志 不受自我的主宰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我说 我就是我的身体 我今天呢 不要咳嗽 不要咳嗽 我今天声音 要把它能够打开 要跟大家说话 身体不停止 他就是要咳 然后呢 我说 我不要生气 哎呀 我要对大家呢 这个 欢欢喜喜的咆哮 刚才有人得罪我 我不要生气 但是 这个心 这个我呢 不听指挥 我就是个气呼呼的 有的时候呢 这个我不听指挥 有没有感觉到 如果你没有感觉到呢 您不妨啊 登记一下 参加福利中心的进修活动 到福利中心念读三篇 到福利中心打坐三天起 你一坐下来之后呢 你又知道我闻我人呢 听不听我的指挥 你坐到福利中心上面呢 你就发现 我们的心是心圆异马 东想西想 跑来跑去 不听指挥 坐久了之后呢 我们才感觉到呢 原来我们不要说 我们可能不会听父母思想的报 连我们自己的话呢 我们都不太会听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们要面对的事实 因此呢 今天我在讲的时候 征服自我 调整性格 我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性格 是因为呢 在佛教的分析之中 人的命运呢 使自己个人的性格造成的 这个性格呢 我们会形成我们的业力 一月里形成之后呢 就变成我们的平衡 人生是喜悦呢 是因为性格造成的 人生是烦恼的 也是性格造成的 喜欢忧郁的人呢 人生就比较多 多受善良 比较乐观的个性呢 人生就比较开朗 比较喜悦 我们的性格在影响我们自己 所以请大家再记得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很早来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这样提 他说 当我们的思想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的行为就会改变 当我们的行为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的习惯 生活习惯就会改变 当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的个性就会改变 当我们的个性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业力就会改变 当业力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命运就会改变 是非你觉得我人生很好 不要改变 那就随便去 如果你觉得我人生里面呢 还有些地方不圆满 我要让它圆满 那就从这样一个方式上去享受 我们增负自我 调整性格 另外呢 就是我自己呢 也觉得说 在修行的过程之中啊 从不断地认识自己之后呢 借这个现实的环境呢 帮我们改变性格 这个很要紧 这个很要紧 改变自己的性格 如果说 我们只是内部内心的一些思维 我要改变自己 但是呢 我们忽略 利用现实环境的帮忙呢 人的进步就会比较慢 有的时候呢 人呢 都希望环境顺顺利利 大家都顺着我的意思 我们有这个期望啊 其实这个期望呢 也要适可而知 不要期待人生厌々不顺利 人生它顺利之后呢 不能修炼 有时候呢 适当的一些挫折困难 是好事 不过呢 自己要懂得理由 要懂得理由 比如说我的个性呢 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一方面是内向 我个性比较内向 对向之外呢 第二呢 我的个性比较刚强 不知道 我的个性比较刚强 刚强的个性呢 有时候呢 也喜欢给人的大方不平 有一次我们在佛学院 佛学院招生 来了一批新的学生 新的学生来到佛学院呢 我心里很高兴 因为有好多的同学 是新的呢 可以多多认识 隔了几个月之后啊 也有个新同学就跟我讲 蒙古老大学欺负他 我一听老同学欺负新同学 心里面就不舒服 我觉得老同学呢 不应该要欺负新同学 应该要爱恶新同学 那时候呢 我自己是班长 班长呢 你会觉得说要照顾同学 老同学也 新同学也照顾 当新同学讲说老同学欺负他的时候呢 我们经验不足啊 我们就把这句话呢 听完之后呢 就认为说老同学欺负新同学 我就召开班会 特别注意这个事情 当时新隐大师呢 是我们院长 我请院长练习 我请训导主任练习 教育主任练习 和用南众国的老师读练习 哇 我们这个是 这个很慎重很隆重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在今天 火光上的南众国开会 开会呢 我就跟他们说明 今天的会是什么原因召开 我就说是 我们老同学欺负新同学 而且我只信道明的说是哪个同学 欺负哪一个新同学 哇 那天啊 我就这个 尽用我的能力呢 为了新同学打包屁 把这个委屈的事情公诸大众 然后呢 要院长 要训导主任的主持公报 我那天呢 这个事情 班会结束之后 我们院长呢 就是新隐大师 就把我叫到客厅 这个 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你过来呀 我来跟你谈一下 我就说好啊 就在那边 他说我看得出呢 你在学院啊 你升任颁奖 你很关心同学 你很招呼同学 你很体谅新同学 到新的环境 可能会受到老同学的欺负 你这个精神可嘉 不过呢 你刚才看那个班会呢 你知不知道 你把这些老同学都得罪了 特别是那个 你提出了这个老同学 他今天呢 看完这个班会之后 他一定很不高兴 他说如果我是你们 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我要这样处理 要技巧一点 一方面照顾到新同学 二一方面呢 你不要得罪老同学 你个别跟老同学沟通一下 让他们不要欺负新同学 而且同时要知道说 新同学所谓老同学的欺负 是不是真的呢 你要问一下 那一年呢 我睡了多少岁呀 我大概十八岁 十九岁 十八岁 十九岁的年度 我们没有事故经验 光是凭着自己的个性 是非的观念 来处理这个事情 在长辈的眼中呢 就觉得这个不成熟 不成熟 我呢 当初 就是当时 我开了班会之后 看到司长的知识 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表面上呢 好像我颁奖赢了 我为这个旧同学 等于说为新同学 出了这个事情 但是呢 事实上呢 我在某一方面是输了 因为呢 那个老同学呀 所谓 我指明道行提出来的 这个讲的那个 三个月都不跟我说话 但是呢 这个后果呢 我是没有想到的 我们更觉得说 我们要这个 路见不平的 拔刀相助 要狭义的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顾虑到 后面的这些发展 那个同学 三个月都不跟我说话 后来我才发现 哦哦 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结果呢 从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学 学了之后呢 这个事情 我一辈子都不忘记 就是把我们院长的那个 开始呢 我要紧紧地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呢 我就发现呢 那个经验呢 变成我人生的一个 人生体会 增加我对人对私 处理的记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有隐瞒 我学到这些 所以呢 我们人呢 我想说第一点呢 首先是征服自我 调整我们的性格 所以后来呢 到这部教会之后呢 初初有人说 哎呀 法师明早期啊 跟我们呢 见到不对的地方 常常跟我们指责要说啊 现在呢 你都比较含糊 老实讲呢 我现在不是含糊 我现在是进步啦 我呢 比过去呀 比较有修养 见到什么事情呢 我不像过去呢 马上要说 我会慢慢说 这个是叶神啊 随得念我们的一些 这个进步 嗯 第二呢 我是觉得 我们人生里面呢 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呢 不是说 我们人生里面 终于呢 没有麻烦的死 终于呢 没有困难的死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说 当我们遇到麻烦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不怕麻烦 重复地出入 这是一个态度 那这个态度 假如说具备的时候呢 人生应该是 算是有一个 是一个生命 我们不要要求啊 外面没有麻烦 要求我们 能够从容处理的 就是生命 不能从容处理的 不怕麻烦 怕麻烦 这个还是不行 我记得 我们看佛陀的传记啊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啊 请大家讲一看 这些故事啊 佛陀在社会国 齐受祭国读院 在那边读 讲经说话的时候 很多外道们看到佛陀啊 在那边读了很多的信徒 特别是一些外道的信徒 也归于佛教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教徒 归于佛教的人 心里放不下来 所以就想加害佛陀 破坏佛教的领域 那这外道怎么破坏呢 她就找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 那这位女士的名字叫孙陀莉 孙陀莉呢 也是外道的教徒 那外道的老师呢 就说 今天你有个责任 你要到齐医院今生呢 听释迦牟尼佛讲经 跟那边的比丘呢 经常见念 这个联系 看看释迦牟尼佛讲什么 看看那边比丘们跟你谈什么 名誉上呢 就是外道的老师呢 是叫她呢 就是到齐医院今生 听释迦牟尼佛 之后呢 告诉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事 佛陀怎么讲经呢 孙陀莉呢 就觉得说 她要帮忙她的老师 那就每天啊 一有机会啊 就到齐医院今生 听释迦牟尼佛说法 对齐医院今生 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有一天呢 怪到 他们就找那个上手 找了几个上手 在孙陀莉 这个 离开齐医院今生的 那一个晚上 就把孙陀莉杀死 杀死之后呢 他們就把那個屍體就埋在奇人精神的旁邊 後來孫頭利就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呢 家人就說孫頭利去什麼地方 她都在找 然後從外道他們就透露消息 他說孫頭利最近這段時間 經常去奇人精神聽經 那你們是不是應該到慈禁去找一張吧 看看有沒有藏在奇人精神 或者是出了什麼問題 後來大家找來找去的時候 有人就發現說 有個地方被挖過 然後一發覺是孫頭利的屍體在裡面 當孫頭利的屍體被發現之後 當時整個奇人精神就地震了 我就說大家聽到這個消息 孫頭利不安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解釋的命案 為什麼孫頭利的屍體被埋在奇人精神的旁邊 第二呢 世衛國的民眾呢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馬上對世教牟尼佛產生懷疑 馬上對世教牟尼佛的僧團 產生一種輕視的心理 當時有一些弟子們 是真的烏羅漢獨舞神 他們說佛陀 由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佛陀說你們不要動 你們不要動 事情發生之後 有如是因就有如是果 人的業力因緣果報呢 是如影隨行 做的人呢 他一定會找到這個果報 他說你們不要動 如果你們太急躁 要去解釋的時候呢 大家不聽你解釋 有人還說能強勢國力 他說我們最好是自己好好修行 那是最好平靜 由國家法律來制裁犯罪的人 當時國王是波斯秘王 是波斯的弟子 波斯秘王當然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就交代有關部門去撤查這個事 長了一段時間之後 後來有一天殺人的這些殺手 他們在一個地方喝酒 因為分錢不公平 有人分多了 有人分少了 酒醉之後有人就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說出來之後辦案的人就聽到了 於是就把他們抓起來 抓了以後一問之下 才知道他們是受到外道的辭職 而故意把聖火力殺死之後 埋在這個奇人心神的旁 那這個事情就真相當 那我想這個不是原因 一個是說這是佛陀紅髮的時候 發生了真實故事 第二點我要請各位了解一下 當我們聽說 釋迦法尼佛在可遇數下承等證據 斷出煩惱 佛陀沒有煩惱 那佛陀沒有煩惱的時候 不過佛陀在現實的社會 洪化的環境之中 還遇到孫陀的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不是說解脫者 沒有煩惱的人就沒有麻煩 就沒有這種意外發生在他的團體裡面 那佛陀還要面對這些事情 只是說佛陀跟我們不同點的是 佛陀見到這個問題 見到這個麻煩 不把他當作煩惱 不把他當作困難 佛陀能夠崇勻和應徒 心裡面補起承天心 後來其實抓起來之後 有的比丘想請官府報復 佛陀說不准 不可以用成全心對付這些犯救者 由國家的按照法制裁就好 不能加重他們的情況 佛陀還阻止 到這個時候 佛陀不但衝動力 而且能夠保持慈悲心 這是我們從佛傳裡面學的 最後呢 我給大家提一點 這一點呢 你們看了以後覺得說佛陀思 我們怎麼能夠完成才能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學佛的人 應該有這個目標 我們達到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影響 具足政見破除火車 入預留果 預留果呢 是出果的聖者 這個預留的意思呢 是說 因為休息人 如果到這個階段呢 這個環島樹能被砍斷了 樹被砍斷之後呢 就是樹枝還沒有哭啊 但是這個環島的樹枝一定會哭 因為它根已經砍斷了 這叫預留 參與聖人之流 它開始呢 往上達的時候呢 它一定成功 可以解脫的人 這是出過聖人的經濟 也叫預留果 那這個預留果呢 有三個條件 一個是破除我執 第二能破除邪見的執著 第三呢 對肆體法呢 完全能夠信受了解到 不再有什麼的懷疑 那這個是三個條件 那我講完之後 各位朋友想知道說 我為什麼提出這一點呢 是因為啊 我們上禮拜的 西北區的英語科學班 我們討論金剛經 那三次討論的時候啊 我們英語科學班的 馬超雲的弟子 Justin 他就分享他的學佛心得 他說 我現在準備快要退休了 他最近要準備退休了 他說我退休之後呢 我希望我好好的修 好好的用過 我希望呢 我用過之後呢 精神能夠變成出過聖人 進預留果 我一天之後呢 我說你了不起 我贊同 我祝福你呢 精神能夠正入預留果 成出過的聖人 我聽了完以後 我很感動 我覺得我要對他讚嘆 同時呢 我也覺得說 我們當下呢 其實也應該以這個為目標 因為呢 如果我們正在出過 變成預留果的時候呢 精神保證呢 就在這個煩惱的 這個根上面 已經把它斬斷了 煩惱之根就斬斷了 就是還有一些 吸氣的飆浪 它慢慢慢慢 就越來越減少 一定可以解脫 但是沒有這個 如果呢 我們的時間就很難預料 很難預料 最近呢 我們這個福利中心 因為下雨了 去年大旬之後呢 有些樹啊 就受傷了 受傷呢 其中有一棵樹啊 在月牙城旁邊 附近 有多遠啊 倒了 那個樹倒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推到旁邊 它來了路了 我們就把它推到旁邊 前天還是昨天呢 昨天我在土地中心 我經過 看的時候呢 有個樹倒了 躺在地面上 但是那個樹枝還是很綠 旁邊的樹長牙呀 它又長大 不過呢 我馬上就知道 雖然這個倒的樹還在長大 不過這個牙已經不久了 雖然還有煩惱啊 但是這個煩惱不久了 今年夏天這個樹必定熟了 這是預留國的成就 煩惱必定消除 今生症的出國之後呢 這個根部的這些養分 整個切斷 煩惱的養分全部切斷之後呢 它就是還有一些滋養 還在長的時候呢 時間不會太久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希望說 我們大家把這個計一計 我們是不是發心發願 我們的目標呢 是要休息退流 然後呢 希望我們的這個解脫有望 這個是今天我講的 一個主要的主題 希望我們在人生的輸輸贏的過程之中 很多事情不要緊張 千苦輸贏下路 你要親真要比較的時候 每天都有很多懷惱 而且這個是不值得的 很多輸贏不要放在心裡 但是真正要贏什麼呢 不要輸什麼呀 我們要思維一下 我們要好好地思維一下 我們要贏得呢 希望今生這幾十年 一百年的時間 我們要把機會給人 反而完成 我們要贏 我們打開 我們的inizi 我們要贏 谢谢大家